新聞小聲要來關心浩荷的消息 各中九月會客5月21號、22號機行 每週的館期紛紛宣佈 科政的一禮拜調政委三上九學 加以市長安兵費接受每體採訪的市況調 加以市尊重各校彈性營業 加以市長和科興可以在考驗的前提之下 主助選擇幾家萬一學習 也只是九學校 就處保障科興的健康應伺 加以地区今年各中回科報名 已經有6,084人 比今年6,603人減少519人 因應疫情、驗註、可能在自身健康 當時減顧到學生回科的管理 加以市長不免費強調 在科技進行的一禮拜 加州和科興可以自己選擇 是要好好探索 現在是在處理採取萬機上科的方釋 面對疫情 大家第一次遇到的時候 大家都很 我想很恐慌 可是我們還是要呼籲家長不要恐慌 家長的態度會影響到孩子 尤其我們國中會考 即將要開始了 那在這一個前一個禮拜 我們會尊重各個家長 請家長試孩子的狀況 你如果是要在家 可以請假在家 如果要到學校也可以到學校 那我想我們各個學校的老師也做了準備 如果你在家你有問題 也可以老師可以做線上的一個詢問跟教學 那如果孩子到學校 我想可以跟同學互相鼓勵 當然防疫的工作還是要做好 所以我們不用恐慌 只要我們願意努力 我想祝福所有的孩子 大家我們用最輕鬆的態度來面對 平常心然後全力以赴 然後祝福大家每一位金榜提名 考得都很順心如意 對二十一號開始順序的國中會考 我正安排家義國中、家義錄中 家義國中 民間農工和當一國中五金學校 擔任科長學校 總共有一百九十七斤的告示 另外加開三十五斤的市長 提供比慶的幾家計理 和幾家減的科興來應付 畢竟偏面科長學校的學生 和科技進展一天 要來看市長的科興有接觸的方向 都是檢獲第二科長的情效作業 江義区五金科長學校 昨天當一國中進行補充之外 其他資金學校在五月二十號 都是採取我們家高校的紅線 世新新聞剛才上 江義七彩虹報道 再講吃和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 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 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 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